阿妈妈 一百个手雷模式 炸裂来袭 该模式的玩法非常舒适 每人都是单独作战 所以每个人都将成为内鬼 所有人都将配备一百个手榴弹 一百个烟雾弹 和一百个燃烧瓶 很简单 看到人扔就完事了 另外 虽然此模式下有很多枪械 但是为了可玩性 只能使用手枪来作战 其他武器 一律不准使用 君子规则 谁都不能耍赖 玩家们想要获得胜利 就必须赢取足够的积分 谁先达到三百分 谁就能获得本场胜利 哦对了 在游戏中 会在地图上刷取积分圈 玩家单独占领之后 就会疯狂涨分 但是 如果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玩家 那么就会无效 哦 OK 规则就是这样 我们进入游戏 被复活在了监控室 走 找人去 哎 玉儿 游戏都开始了 你还在这发呆呢 右面有人 我的妈呀 这太爽了 一百个手雷疯狂扔 又是你呀玉儿 醒醒了 咱游戏都开始了 仓库有人 分数圈在上面 又两个人 嘿嘿 全都被炸死了 抓紧来分数圈吃分 这才是胜利的关键 下面来人了 死守门口 疯狂扔手雷 哎呦我去 一个人镇守两个门口 确实有点费劲呀 不过没关系啊 我现在的分数 遥遥领先 嗯 这谁呀 怎么拿鞠在打人 往电力室扔手雷 让你耍赖 哎呦我去 这谁干的呀 我也疯狂扔投掷物 什么手雷燃烧瓶 丢就完事了 呀哈 后面来人了 哎呦我的天呐 太疯狂了 见了面就是一顿扔啊 嗯 这谁呀 在烟雾弹里面 扔了个燃烧瓶 分数圈刷在了医疗室 正好在监控室 能蹭到一点 开始轰炸 啊这 被后面偷袭了 行吧 聪明反被聪明误了 好你个秀儿 竟然拿鞠在这里 威所欲为 船员大部分都在这里 得注意点呀 哎 分数圈刷到了脚底下 在这里守着啊 浪哥 想要过来是不可能的 这小子 还要偷袭我 没门 OK 在这守住了啊 分数圈内就我一个人 秀儿溜过来了 还真是不客气呀 见面就直接扔手雷 没关系 反正分数圈快消失了 这次我一定要守住 看我不炸掉你们 呀呼 感觉来了 不不不 不对劲 被包围了 我吃不到 也不让你们好吃 哎呦我的妈呀 这简直是火海呀 谁干的 也太拼了吧 我正好在边上 能吃点分数 现在抢个分数圈可太难了 也不知道是谁 看见就直接往里面丢一堆燃烧瓶 不过 我现在的分数处于领先 还差一百多点的积分 再去捡漏 混一点 哎 刷到前面了 在这个角落 只要守住就可以了 燃烧瓶围起来 小子在这里 又出不去 还不错啊 又吃了点积分 只不过 把自己堵里面了 我的妈呀 这里面是谁呀 完全进不去 这也忒乱了 根本不知道该干啥 甚至连个躲的地方都没有 分数圈 快去 还差九十多分 在周围投掷烟雾弹和燃烧瓶 都别想进来 这行吧 再好的战略 也招架不住围攻呀 这谁呀 扔这么多烟雾弹 什么也看不清了 哎嘿 烟雾弹正好掩护我吃分 看这分数 疯狂上涨呀 我现在距离胜利 也就一步之遥了 他们都距离我非常远 玉儿 你竟然拿拘 看我的手榴弹 往哪跑 这地图右边 已经全部被覆盖了 什么 我怎么没的呀 真是阴险呀 不能再耗下去了 修尔的分数追上来了 我得抓紧时间 快吃分 已经被修尔反抄了 这燃烧瓶我也进不去呀 哎 下一个刷在了我这里 用燃烧瓶把自己围起来 谁也别想靠近我 哦哦 nice 简直太混乱了 也就能娱乐性地玩一下 OK 那么今天的Among Us 100个手雷模式 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 小伙伴们喜欢的话 就点个关注 后续还有更多精彩模式 等你来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